联合有线电视为让民众认识媒体 并且拥有解读媒体内容的能力 推广媒体金融权 特别举办了Open摄影棚的活动 邀请东山乡立幼儿园来参访 联合有线电视的摄影棚 东山乡长林俊虎也亲自陪同 小朋友在老师以及家长的陪伴下 走入摄影棚 了解节目跟新闻制作的流程 让媒体试读教育 从小做起 东山乡立幼儿园 我们的影棚 大家上电视 联合有线电视 善尽社会责任 让地方的民众可以接近 我们的媒体怎么样采智 怎么样运作的一个活动之一 非常希望能够把摄影棚开放出去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参加 找小朋友来 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小朋友都很热情 他们年纪又小 来到这边可以在他们的心里建立一些小小的印象 另外就是家长会来 老师会来 其实这样一个推广 可以有更多的扩散的效果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联合有线 周总经理以及所有的团队 让我们东山乡立幼儿园的师生 有机会可以来到摄影棚来参观 甚至来临场体验 我们知道这样子整个拍摄的 极简录的一个整个过程 我想这也是生活教育跟生活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款 那真的很感谢联合有线能够有这样的安排 让我们的小朋友非常的兴奋 那他们就觉得说相当的新鲜 小朋友坐上主播台 大方念出自己所准备的稿子 体验如何面对镜头展现自信 甚至有人还跟爸爸以及阿嬷搭配 用双主播来呈现 才知道当主播真的不容易 另外还有小朋友当起记者 天真的用脑筋急转弯来发问 把东山乡长考导 夏天的大考论 谢谢 小明到小红家要一个小时 阿嬷和小红到小明家要两个半小时 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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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跟那题目一样 宜兰乡亲早安 我是谢美瑶 我是邱唐静 东山有很多好玩景点 欢迎大家 相约一起来 今天来当小小主播 这里很好玩 下次可以再来这里 讲出你要讲出来的话 这样子 然后也要大声 这样子就能当小小主播了 我有学到可以当小小主播 我觉得很开心 我想要当小记者 因为我觉得小记者可以反问很多人 很棒的体验 那我觉得好玩 蛮特别的是 小孩小朋友可以当小小主播 那他们体验 这个是在学校比较少会有出现这个 绿幕嘛 这个就是只有在那个影片上看过 但是没有实际来现场看过 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顺便体验一些那个采访啊 或者是当一些那个小主播的活动 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东山项利幼儿园的师生以及家长 都是第一次来到电视台参观摄影棚 对于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场景 现在可以亲自体验 留下深刻印象 而联合有线电视 发起了open摄影棚的活动 就是希望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媒体 了解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 让媒体素养的种子从小扎根 培养更多的媒体试度小健兵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中红 读演员 读演员 读演员